六十三 中國時報 市府官員出國給趙伴利歐皮 踏經濟倉庫世大運 2015年7月13日話題 A7將同台北市長安文哲作踏機飛往南韓 隨參加光州世大運相關活動 並與國際大學體育總會Facial 簽約 令也安排前往首以市政考察 安文哲一憑人踏機傳措經濟倉庫堪稱首開先例 不走公務門 我宣布 北市府官員因公出國都搭經濟倉 想搭商務倉雖自圖腰包 但也有人質疑 我不搭商務倉 不走公務門 反造成航空公司人力負擔較大 也有擾民疑慮 我先事不解這樣不是罪不擾民 隨後表示 把他當普通人看待就好 愈自然愈好 出國一定要商務倉 頭等倉的習慣應該改調 不必這樣花錢 安文哲此次出訪有別於過去官員都處商務倉 他作搭乘華航經濟倉前往首以 且他走公務門 自己拿著行李和一般旅客排隊過安檢 後機市甚至捨棄航空公司貴賓室 直接坐在後機室等待 媒體詢問我為何搭經濟倉 柯兆答 不然你認為要坐什麽倉 隨後還加碼宣布 日後北市府官員因公出國都搭經濟倉 想搭商務倉 需自己花錢星等 據了解 過去北市府選任十二職等以上官員 包括局處首長 發言人等 因公出國可搭商務倉 但省長柯民席上任後 只提供官員經濟倉票價補貼 北市府副發言人王大維說 柯與隨行的發言人 隨護 秘書 攝影官等 四人來回共搭四段班機 每人票價兩萬五千元 作首爾至光州班機因颱風影響被迫取消 柯改搭巴士 機票還可能退費 旅行社業者估計 台北自首爾商務倉票價比經濟倉票價 較貴約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換言之 原有搭商務倉資格的 科文節與林學明 改搭經濟倉後 最多可提示副省下三萬五千元 上任後首次出國參訪的科文節 如昌紅颱風搗亂 原定搭乘南韓國內航線至光州的班機取消 柯表示 看颱風路線圖早就預料到了 正好可觀察主辦國的應變方式 台北獲得二千零一十七世大運主辦權 安民折此行先觀看光州世大運台拳道決賽 拜會光州市長兼世大運巢委會會長雲藏遠 並參加福祉研討會與簽訂2017年賽事合約 最後出席閉幕典禮成席會期 賽事結束後 將轉往首爾進行市政考察 預計十六日返台